自第四波疫情爆发以来,二手市场减价及涉样成交不拙,向来为海货重灾区的上水洋房屋苑天联,本月手中成交即属涉样,造价再度跌穿2000万元。 市场消息指,天联税期大度商号洋房,实用面积1576方尺,令设余1100方尺花园,缸以1980万元成交,尺价12563元。 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,单位于2010年10月一手扣入,原本成交金额为2126.04万元。 及后更改付款方法,成交价调整至2104.77万元。 持货予10年账面涉样124.77万元或6%。 若计及离印费及佣金等开支,估计实际选首预220万元。 据中原成交数据,天联今年以来陆得的10宗二手买卖全熟涉样,食幅9%至32%。 年同上述最新成交,屋苑年内涉样个案增至最小11宗。 其中苏黎世大道商号屋。实用面积2454方尺。 业主开价4800万元。 上月中以4138万元售出。 尺价16862元。 原业主2010年以6053万元一手扣入单位作投资收租之用。 辞货10年,账面竞涉1915万元或31.6%离场。 为今年屋苑涉幅最多的个案。 据土地及公司注册处资料。 该物业由日性发展有限公司持有。 其公司董事为李敏鸿。 李视为冠华国际539主席。